哇 又是一轮骑射 咪咪 呃 这个内拉组里的开局打得非常凶猛 由于这个 前面无比单轮的小伙伴 他之前已经跟内拉组里交转过一轮了 所以这轮的话他应该会 拿出一点不一样的打法 因为前一轮当中啊 他就败给了内拉组里 那有小伙伴就问 为什么败给他了还能再打呢 因为这个是单循环赛啊 最后是看分数的 同风选手还能再互拼一轮 对 下方是选择了 集火这个被石化的选择 这也是感觉不太明智啊 这十换后防御率那么高 好 一轮骑射 这一波的话下方的工人 没有获得任何感过啊 基本都打在精灵身上了 控制成功是化一只宠物 骑射 打出成别伤害 但是双方没有战场属性啊 双方都是打的非常的 呃惊险 所以没有机会 没有时间去放那个战场属性 这也导致了这个打出伤害并没有那么高 这种情况下